经过五年持续努力 十三五规划主要目标认为甚大争取 中华民俗伟大富贤 向前迈出了新的一党 人大将坚定无义 以化绘护国家主权 安全发展领域 违维护香港限制秩序 打击港部实力 确保爱国者治港 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提供法律保障 什么叫爱国者 爱国者的标准是 尊重自己民族 诚心诚意 拥护祖国 恢复形势 对香港的主权 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 我希望外国媒体记者将焦距对准中国史 既不要用美颜相机 也不要用灰黑滤镜 中国希望并且欢迎更多的外国的媒体记者 能够成为新时代的死亡 我们能够有信心有决心有失利有底气 实现今年提出的目标任务 随着疫情的我们国家对疫情的控制 持续向好 以及我们国家的经济的复苏持续向好 我们对今年的消费的总的判断应该是处于一种恢复性的快速增长 目前我们人均粮食的占有量在474公斤 国际马通常认为400公斤是粮食安全的一个标准线 我们完全能端稳我们中国人的饭碗 我们预计应该快化了到明年年中 慢化了明年年底 我们的产能还是应该跟上 任何想象中国国质的仕图 无论是加速中国的进步 以及加速它自己失掉的竞争流失 我们主要认证的是要在月球南级建立一个月球天站 同时后面载人登月也已经提上日程了 那么我们的载人登月也不会太远 要鼓励和支持城市的地退休人员 高老幻乡助力乡村任性 假如说我们能够动员起来 形成万企或者新万村 帮助上万个村庄都能够走出自己有特色的新业的道路的话 我觉得反频的问题就解决了 国家是否能补贴一部分 老百姓自己承担一部分 年年老百姓能有一次体检 不足于因病制频和因病反频 我认为在速度化过程中的研发人员 应该深入的老年人生活中做调研 真正开发出适合老年人的一个速度化产品和方案 学生没有分数就过不了今天的高考 但孩子只有分数 我看恐怕也赢不了未来的大课 好的教育就应该是培养终生运动者 责任担当者 问题解决者和优雅生活者 学校应该对家庭作业的时长有基本的统筹 回家就是学生自主选择一些拓展 或者是补充性的作业了 那都有学生自主选择 在高校里头每一届素养应该从讲座慢慢发展到选修课 直至希望将来有一天成为必修课 兵学运动的普及呢不应该以成功的筹办冬奥会为目标 因为兵学运动的普及呢可以为全民健身活动 能够助孙的活力和动力 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点 在这方面 广大文艺工作者也就有了更广阔的施展才华的天地 我们国家应该对产品可以在中国市场上 应该有中国的认真 那是对我们的一种自信 同时也是对我们的一种监督 我认为这个大而不强的问题 主要体现在我们的软实力 不如人 中国的十四五已经开始了 我认为中国的制造业 一定能够抓住这个机会 迅速地补上自己这个转板 那我相信融入去大文区发展 融入国家的发展大局呢 这个唯一也都是必须要品度的出路 作为我们中国一个大国 我自己看真的是改革开放以来 第二次黄金机会 十四五规划的开局 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光辉前景和历史机遇 我们呼吁我们中国香港的七百五十万市民 尤其是年轻的朋友 多关注密切如意 深入了解十四五的规划 推动香港融入国家的发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